DDR4的DDR4系列 今天如果你想选购一款超频能力不错的DDR4记忆体内存 你会联想到什么呢? 很多朋友自然会想到三星的特挑B带 或是美观的C9系列颗粒 又或是海力士的CGR或DGR系列 不过除了上述几个提到的颗粒 你们是否又想到哪一些超频能力也不赖的颗粒呢? 而这次要来和各位分享的 则是来自LunConnected的J1Shadow DDR4 RGB记忆体内存 虽然目前DDR5记忆体内存已经推出半年了 但碍于价格非常高昂 而性能却没有如今主流DDR4更加理想 反倒是在游戏用途上更是出现性能倒退的情况 如此一来DDR4记忆体内存依然还是有非常高的选供空间与价值 而这一次拿到的绝以DDR4 RGB是8GX2的套条 自带ARGB灯光同步的导光条外加铝合金散热外壳 并且外壳还进行了电镀镜面处理 而整个质感确实看了还不错 灯光的效果就由各位判官来评价 我根本是觉得颗粒感并不明显 整体看上去还是挺耐看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 马上上机实测 这一次的测试依旧搭配Intel i9-12950K 主板采用华硕的ROG Street G690 A Gaming Wi-Fi D4 接上记忆体内存后 在BIOS内分别能看到 朗科为这款记忆体内存提供了两套SMP标准 分别为18、22、22、42以及16、18、18、38两种时序 频率和电压都同为376MHz以及1.35V 其目的应该是适配不同的主板或处理器的兼容性 一般来说直接选择C16的时序就已经非常稳定了 如果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才选择另一套时序 进入到系统后经过检测 可以看到这款套条采用长性的A代颗粒 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接触长性的记忆体内存颗粒 具体的超频表现如何 接下来就马上带给各位 首先试试同频率下的时序表现 经过测试试可以轻松达成C16、16、16、36的表现 并且稳定过测没有报酬的情况 持续在往下会开始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因此36C14是达不到的 然后我尝试将频率给超上去 在Gear 1模式下可以跑到DDR4 4000 持续为C18、99、38 电压1.4V并且稳定过测 通过AIDA64的记忆体内存与缓存跑分 获得了53.4Nm的延迟 表现还算可以 不过碍于处理器的IMC体质 Gear 1模式下的4000MHz 已经算是可以稳定过测的频率上限了 于是我采用Gear 2模式 继续尝试冲高频率 最终达到了4266MHz 持续为C20、22、22、42 电压1.4V稳定过测 但在AIDA64的跑分表现 就远远不如Gear 1模式的DDR4 4000了 因此如果是用于搭配Intel 12代或是AMD平台 以处理器体质上限所能达到的Gear 1模式 或是1比1比例的频率为优先 而不是盲目的将频率往上冲 不过从SMP的3600、C10、60、80、38、38 超频到了4000、C10、80、99、38 那究竟能获得怎么样的性能提升? 为此我也进行了最传统的记忆体内存性能测试 来看看这两种记忆体内存频率与时续搭配 能带来多大的性能影响 这一次我采用了Gear D求生PartureLine模拟实体的性能影响 显卡采用RTX3060Ti 游戏分辨率为1080P 特效采用经典三极致画质特效 而通过一场游戏回放 来记录两种记忆体内存设置的帧数表现 经过对比4000C18可以达到平均310帧左右 而对比3600C16多出了50帧 而整体提升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不过也只有在绝地求生这款比较吃记忆体内存的游戏 才能获得比较明显的实质性提升 大部分游戏尤其是3A单机游戏 对这部分的提升就非常少了 所以并不是任何游戏都有那么多的提升 最后在价格的部分 这款搭配了长新A代的J-E DDR4 RGB价格为RT400 如果没有超频的需求 普通颗粒的价格则是RT349 有着还不错的ARGB灯光同步以及电镀镜面处理外观 能够以如此的价格购买得到 还算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朗克Nantec回归到零售市场的时间稍晚了一些 不过本身就有着良好的技术储备 与过去长时间经营着记忆体内存相关业务的经验 这次的绝影DDR4还是带来给我们不错的实际体验 当然更期待朗克在日后能够带来给我们更多优势却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以上就这次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也不妨给个赞 并且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如果你喜欢我的制作风格也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想要和众多大佬一同交流的 还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交流群 另外也欢迎关注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虽然这两个平台我更新比较爽就是了 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非影片类型的分享 所以也不要错过哦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把影片看到这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KD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